成语故事连环化 第52集 成语 笑里藏刀 出处 旧唐书李义府传 义府冒状温功 与人宇必羲一微笑 而贬计阴贼 故事人言义府笑中有刀 唐白居一心岳府天可渡师 均不见李义府之被笑心心 笑中有刀前杀人 示意 形容人外表温和客气 内心却阴险毒辣 唐太宗时有个名叫李义府的人 因为善写文章 被推荐当了官 李义府奉承拍马的手段很高明 有次写了一篇成华岁 名为劝戒 实则颂扬 太子李治大为欣赏 并向太宗推荐 赏了他四十匹薄 李治当了皇帝后 李义府也升了官 高宗即位的第六年 打算立武则天为皇后 李义府又极力赞同 从此 他就更飞黄腾达 为高宗所信赖 李义府外表温和谦恭 同人说话脸上总挂着甜蜜的微笑 但大臣们知道 他心地极其阴险 因此都说他效忠有刀 效忠有刀的李义府在朝中为所欲为 谁要稍不顺从 就会遭到陷害 有一次 李义府得知大理寺的监狱中 关押着一个犯了死罪的女犯 长得很漂亮 便动了坏脑筋 叫大理寺一个名叫毕正义的官员 为他开脱罪责 将这个女犯弄出来做自己的小老婆 大理寺的负责官员发现这件事可疑 便向高宗奏告 高宗要追究毕正义的责任 毕正义知道私放犯人是有大罪的 于是上吊自杀了 毕正义为罪自杀 而指使毕正义训私作奸的李义府却倒摇法外 是欲使王义芳感到不平 向高宗奏告李义府是这件事的主谋 高宗存心偏袒 不仅不问李义府的罪 反而将王义芳贬到地方上去做小官 王义芳愤愤走出殿门 李义府从后面追上来 奸笑道 王御使想要弹劾我 不觉惭愧吗 王义芳反唇相机 我身为御使不能为国除去奸臣 这才真正感到惭愧呢 李义府不仅自己笼络心腹 纠合捧党 培植亲信势力 还让他老婆 儿子 女婿向人索取钱财 然后给那些人当上官或打赢官司 日子涨了 到李义府走门路的人越来越多 高宗对于李义府和他一家的胡作非为极有所闻 但还是客气地召见他说 听说你儿子 女婿都不谨慎 有不少罪孽 我已多次护你 没有追究 你回去教训教训 叫他们以后注意点 李义府听了这话 勃然变了脸色 问 谁向陛下这么说 高宗知道李义府准是要报复告发的人 便说 你只需记住我说的话 何必问我从哪里听来呢 李义府只得兴兴而去 李义府根本不把高宗的告成放在心上 一天他在宫内看到一份任职名单 马上想到这又是个勒索钱财的好机会 便把名单磨记了下来 回到家中 李义府叫儿子李金去把一个即将任职的人找来 对他说 你不是要做官吗 几天之内诏书就可以下来了 该怎么谢我 这人见有官做 当即答应送上700贯钱 几天后诏书发布 李义府父子单单从一个人身上就捞到了700贯钱 可是这件事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让一个反对李义府的大臣知道了 大臣向高宗奏告说 李义府泄漏机密 把皇帝对臣子的恩宠拿去卖钱 罪该万死 高宗这回再也不能容忍了 下诏斥责李义府 将他父子流放远方 李义府笑里藏刀 作恶多端 早已引起朝中大臣和民间百姓的愤恨 他们见李义府父子被判流放 无不恶手称庆 公元666年 高宗皇帝大赦天下 李义府以为卷土重来的机会到了 但在一打听 被判流放的人不准回到京城 终于因忧郁而病死 京城的官员一直担心着什么时候 高宗会再召李义府回朝当权 听说他已死 方才放心 李义府只活了50多岁 但他的笑里藏刀太出名了 一百多年后白居易还写诗说 君不见李义府之被孝欣欣 孝中有刀前杀人 成语 信口雌黄 初处 文选刘骏广绝交论理善助引进孙盛进阳秋 王眼自已辅能言 于亦有不安者 则更亦知 十号口中雌黄 事矣 信口 随口 雌黄 矿物名 可作颜料 古时用以抄书 教书时图改文字 信口雌黄 只言论不妥随口加以更改 像用雌黄图改错字一样 比喻不问事实 随口乱讲 原作口中雌黄 魏晋时期 上层社会提倡空谈名理 不务实际 一些文人名士 多以出身门第 容貌仪表和空泛玄虚的谈吐相标榜 人们争相仿效 清谈之风大盛 当时 西晋大臣王衍就是一个出名的清谈家 这王衍少年时变伶雅历齿 极有口才 他在文学名家山涛府上做客 以清秀的仪态 文雅的谈吐 赢得四座的赞赏 山涛官居吏部尚书 善于识别人品 他觉得王衍虽然聪明伶俐 却滑而不识 燕霸送客 山涛望着远去的王衍探道 日后耽误天下的 未必不是此人啊 王衍成年后口才出众 有以谈论老庄哲学建长 他公开讲授旋理 登坛时总是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 手里挥着玉柄浮沉 满嘴讲些玄妙荒诞的怪话 每逢一礼讲的不恰当时 他就不假思索 随口更改 人们因此称他是口中雌黄 那是因为古时写字用黄纸 写错了就用雌黄这种黄色颜料来涂改 而王衍说漏了嘴就随口更改 正像用雌黄涂改错字一样 说话信口雌黄的王衍 做事也惯于随意改变态度 他先是把女儿嫁给敏怀太子为妃 后来太子遭贾后陷害致死 他怕受牵累 赶快上表请求离婚 不久 贾后在皇族争权斗争中被杀 敏怀太子冤暗昭雪 王衍却由于苛求免获 丧失气劫而受弹劾 被判禁锢终身 西晋皇族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 酿成历史上这名的八王之乱 前后16年 严重破坏社会生产 在此期间 王衍被一度得势的成都王司马颖 和东海王司马越看重 败为上书令 司空 司徒 俨然成了辅政重臣 可是 他那颠三倒四 信口雌黄的习性依然如故 他身居要职 不以天下为念 只顾扩张自己的权势 把兄弟王成和足弟王敦 分别安插为荆州 青州的刺史 为此 他甚为得意地对王成 王敦说 荆州有长江 汉水故防 青州有大海天险 你们哥俩在外 我留在京都 真称得上是狡兔三枯了 这话一经传出 人们对他更加鄙视 巴王之乱激起各地民众起义 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乘机举兵 西晋封建统治土崩瓦解 公元311年 匈奴贵族刘聪派遣布江石乐 歼灭王炎统帅的十余万进军于宁平 王炎本人也做了俘虏 石乐要王眼谈谈西晋王朝败王的原因 王眼随口乱说 声称自己一向不干预朝政 罪不在己 他还向石乐献媚 劝石乐称帝 以图苟活 石乐宁笑道 你少壮登朝 直至白头 位高任重 岂能说不遇朝政 罪不在己吗 破坏天下的 正是你们这班人 他下令将王眼等屈辱民社监禁起来 后至半夜 石乐派士兵推倒乌墙 将王眼和其他被俘禁臣一起活埋在瓦砾中 当初 山涛看出王眼信口词黄 华而不识 估计他日后不免误国误民 这话讲得真是一点不错 成语 兴利除弊 出处 宋王安石达司马建议书 据先王之政 以兴利除弊 不为生事 事已 兴办有利的事 除去有害的事 王安石 自介府 北宋釜州临川人 少好读书 过目不忘 他的父亲王一常在南北各地做州县官 因此他跟随父亲到过很多地方 二十岁之前就不但读了万卷书 也走过万里路 他写文章 动笔如飞 好像信手拈来 继承之后 见者都探服他的利益精辟 文笔奇妙 有人曾拱 将他的文章介绍给当代文坛泰斗欧阳修 欧阳修十分赞赏 称他为天下奇才 由此 王安石的声名更加远扬 二十二岁那年 王安石到京都参加进士科考试 他的文章是全场第一 考官及把他列为状元 后因发现文中有据触犯忌讳的话 就改做第四名 但大家认为状元的荣誉仍应归王安石 而他却终身不曾向人提及此事 考中进士之后 王安石先在扬州当了几年判官 1047年 改任银县支县 在银县期间 他督导利民 修复水利 消除了早涉灾害 便利了交通运输 银县的农民 遇到清皇不接或婚取丧葬的时候 只得向富豪借贷 忍受重力盘剥 王安石深知此情 把府库存粮借给四乡农民 秋后归还 略收利息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 到处称颂新之县的德政 任满后 王安石又到书州当判官 由于宰相文彦博等人的推荐 朝廷将他调到中央 认为群木司判官 在群木使包整主管下 掌植国家马匹的牧养 繁殖 训练 使用和收买交换等事物 但他时时想望着外陆州郡 屡次请求外任 以便积累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 1057年他出任长州之州 后调到江宁 做江南东路提点刑狱 这期间 由于他的建议 朝廷取消了东南地区的确查法 及政府对茶叶的专卖制度 使当地的茶户和农民 从此解除了这层极重的剥削 王安石被召回朝 改任三思杜文判官 三思的任务是理财 与国际民生有极密切的关系 此时王安石在外陆州县任职 已有16-17年 对社会政治问题有了深刻认识 他回到开封 便给仁宗皇帝写了封万言书 宋朝建国以历百年 内有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 外有契丹 膝下的侵扰 国事衰弱 急需改革 万言书中提出了改革法度 培养称职的行政人员 整顿财政等三项原则性的意见 宋仁宗对万言书并未引起注意 却看中了上书人的文才 正当王安石苦语 无法舒展报复的时候 1061年 朝廷又命他监管修传皇帝 起居住的事 这是清客之类的贤侄 他连辞多次 甚至躲到厕所里不受斥命 终未能推脱 王安石的母亲死了 他辞去所有职务 回江宁守桑 直到1067年 这时候 他的学问文章 行政才干 既是方略 得到朝野人士的喝彩 都认为如由王安石执政 太平必可兴致 百姓必受其会 朝廷方面 人宗驾崩已有四年 四军英宗也刚去世 激励的是神宗赵须 年刚20岁 锐气十足 一心要扭转 鸡贫鸡弱的局面 使德国富民强 他认为王安石 最适宜担此重任 便召他回朝 王安石出任参之政事 他精神焕发 决心打破阴寻敷衍的积息 全面改革政治 根据他的建议 成立了制制三司条立司 制制就是受皇命设置 三司是户部 杜织 盐铁三个部的总称 王安石自任这个机关的首长 他挑选吕慧卿 陈昊 苏哲 刘怡 曾部 张敦等人为属员 很快创立了一套新法 经神宗批准 颁布施行 新法中的军书法 规定每年农产品建的时候 由国家提价收购 贵的时候降价出售 是富豪大价无法成农民之籍 而予取暴利 结果是百姓的负担减轻 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却更充足了 清苗法规定 每年正2月和5、6月间 贷款贷务与农民 收货后归还政府 纳西二分 这使农民在清皇不接时 不用向豪富之家借贷 避免了100%乃至200%的重力盘剥 他们创立农田水利法 修复各地水利工程有1万多处 灌溉农田36万多顷 是秦朝以后兴修水利成就最大的一次 为了加强国防 他们还创立了保甲法和保马法 就是十家为一宝 凡一家有二丁者 出人为宝丁 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全国组成民兵总数将近700万人 又将官家之马 交给宝丁喂养 训练 战时级为军马 这些改革扭转了经济形势 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但大地主集团因新法 妨碍他们的特权利益而拼命反对 代表人物有司马光 吕公柱 韩奇等 在这些保守的反对派中 以司马光最为激烈 当时他任又建议大夫 1070年春 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推行的时候 他曾三次给王安石写信 要求罢新法 赴救治 并指责王安石推行新法式声势扰民 王安石与司马光 原是交情深厚的朋友 只因政见不同 变成政敌 他在复信中 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司马光的攻击 指出推行新法式兴力除弊 不为声势 意思是为老百姓兴办好事 除去避正 不能说是声势扰民 恰在此时 三朝元老韩奇也在三上本攻击王安石 使神宗受到极大影响 王安石上章辞职 神宗命司马光草照挽留 司马光正盼望王安石早日下台 便在诏书中写了许多斥责的话 神宗并未细看原稿 便发出了 王安石接到诏书 立即上章自辩 神宗这才察觉 司马光在诏书中写尽了一些不客气的话 于是急忙亲自给王安石写信 表示失于详查 慎觉惭愧 特肯切挽留 以利继续推行新法 一场风波 才算平息 司马光目的未达到 仍不甘心 继续全面激烈地攻击新法 当年秋天 神宗只好把他调离中央 出之永兴军 1071年 又批准他到西京洛阳 继续编修资质通建 司马光虽然走了 其他反对派还是不断地猛烈攻击新法 神宗常受影响 对新法产生犹豫 王安石便急流勇退 1074年夏天 经他六次请求 神宗终于批准他辞职 让他做江宁之府 实际上去休养 神宗是个缺乏坚定主张的人 王安石一走 又觉得别人代替不了他 于是第二年春天又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 可是君臣对改革的认识距离越来越大 加上反对派不断地诋毁 不久 王安石产生了再次退休的念头 之后 王安石第二次退职 神宗和执政大臣继续推行新法 政局大体上还是遵循着他的安排发展 所以十年间他能寄情山林 埋头书册 研究学术 写了一部文字学的新著 教字说 他常骑着毛驴 到中山附近寻访圣景 平吊古迹 东晋明晨谢安的故宅遗址 被称为谢公敦 王安石常到这里 想象着当年谢安在这地方的情景 每每流连忘返 不料1085年3月 才38岁的宋 神宗得病死了 新军赵旭还不满10岁 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临朝听证 他是个极力反对新法的人 现在大权在首 首先启用司马光 拜他为宰相 司马光一上台 不讲任何情由 只说新法不除 他死不明目 不到一年 所有新法都被废除 消息传到江宁 王安石恶然失声 悲愤地说 我为创立新法 曾与先帝商讨两年之久 而今一朝废除 竟如此干净啊 他有时用手俯床 高声叹息 有时中叶苦思 不能入魅 政局突变 使王安石忧心如焚 无法排遣 公元1086年4月 这位被后人称赞为 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便与世长辞了 中年66岁 成宇 行将旧幕 出处 左传西宫23年 江世齐 未继委约 待我25年 不来而后嫁 对约 我25年已 又如事而嫁 则救幕焉 是以 幕 棺材 救幕 入关 指死亡 行将救幕 意思说快要进棺材了 比喻人将进死亡 春秋时代 晋国的国君进县宫 轻信宠妾离姬的谗言 逼死了太子身生 身生的两个异母兄弟 也被迫逃亡 公子崇尔出奔宅国 公子一无出奔梁国 崇尔在国内本有贤名 他出王时 晋国有才能的人 大多跟着他 其中顶出名的 有大夫胡毛 胡衍 赵衰 虚臣 魏抽 戒子推 仙枕等 他们都在宅国安顿下来 敌人把从强救如鲁来的美女 纪尾嫁给崇尔 把纪尾的姐姐 淑尾嫁给赵衰 两姊妹跟随丈夫在宅国 遗住十二年 各自生有儿子 这一天 胡毛 胡衍 接到父亲胡秃 从晋国送来的信 内称主公谋刺公子 速往他国避祸 原来公子一无 在县宫去世后 借秦国之力回晋几位 他担心兄长崇尔回国正位 派出刺客要来谋杀崇尔 姑氏兄弟赶快报崇尔 崇尔跟大伙商量 必往何地为夷 胡衍说 还是上齐国去吧 齐侯虽说老了 他终究是霸主 而况齐国最近又死了几位老大臣 他正需要人 公子去投奔他 正是时候 当晚 崇尔跟妻子说 已无派人来行刺 我只好必到别国去 日后设法连结秦 楚 剑途复国 你要尽心抚育两个儿了 要是过了二十五年 我还不能来接你 就另嫁别人吧 纪尾哭道 男子汉志在四方 我岂敢阻拦 我今年二十五岁 再过二十五年 已是行将旧墓的人了 就说不死 五十岁的老婆子 还嫁给谁去 你不必担心 我等着你就是了 第二天 仲尔也不去惊动宅君 悄悄地游胡毛 胡燕 赵衰等人保护着离开宅国 投奔齐国 此时崇尔已是年过半百 却连个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他们这一去 又是足足七个年头 崇尔在齐国 受到上宾的礼遇 齐桓公还挑了一个 本家的美女 齐将嫁给他 崇尔想借重桓公 威望创造复国条件 指得又在齐国安家 不料第二年齐桓公得病死去 五公子正位 国内大乱 崇尔他们眼看 齐国纷纷扰扰乱了几年 霸主地位不保 觉得再待在此地 也没有什么指望 决定另投别国 他们历经曹 宋 郑 楚 最后秦穆公将崇尔迎到秦国 还把女儿怀迎嫁给他 打算帮他复国 恰好这一年已无病亡 这就为崇尔回晋提供了好机会 崇尔在外流亡十九年 终于借秦穆公之力 于公元前六三六年返晋级位 史称晋文公 他从秦国接来了淮迎 从齐国接来了齐江 从宅国接来了纪尾 纪尾当时只有三十几岁 巨型将就木还早着呢 成语 胸有成竹 出处 宋苏世文于可化云当古眼竹 故化竹 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宋朝补之赠文前生杨克异学文 于可化竹求诗诗 于可化竹时 胸中有成竹 事意 化竹子时心里先有一幅竹子的形象 比喻在做事之前 心里已经有了全面的考虑 也做成竹在胸 文童 自于可 北宋子周永泰人 操行高捷 以学问文明于当时 他能诗善文 通传 立 行 草 非白等个体书法 又善绘画 文童的住屋前后 茂林修竹 景色优美 其中不少参差有致的竹子 是文童亲手栽种的 闲暇之时 文童常去竹林 观察竹子的长势 琢磨竹枝 竹叶的各种形态 悉心研究体会 兴致浓时 他回到书房 铺指摸摸 信手作画 他画的竹 形态逼真 非常传神 他认为 自己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画下来罢了 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人们一看到他画的竹 督赞不绝口 视为珍宝 文童善于画竹的名声不静而走 四面八方的人纷纷带着尖宿灯门求画 常常门庭若是 文学家 诗人潮补之 是文童的好朋友 文童常邀他到竹林品茶闲谈 他尤其喜欢看文童当场辉豪画竹 一位有志于向文童学画竹的青年人 知道黄补之对文童的话很有研究 就前往求教 朝补之就写了一首诗送他 其中有两句说 语可画竹时 胸中有成竹 后来人们就把它简化成胸有成竹这一成语 成语 须有其表 初处 太平广记卷495尹唐正处会明皇杂录下 松继退 尚至其草余地 曰 须有其表尔 试译 表 外表 须有其表 直有名无实 形容外表好看 实质不行的人或物 肖松是唐朝开国老臣肖宇的曾侄孙 他身材魁违 容貌秀美 环留着漂亮的胡子 在唐明皇的进尘中 算得上是明美男子 甚得明皇宠爱 开元初年被认为中书社人 当时 顾许国公苏规的儿子苏廷 文明极高 唐明皇对他十分器重 要拜他为相 曾向宰臣征询意见 肖松他们回答道 任用贤能 皇上自有好眼力 非臣等所及 一天晚上 唐明皇召肖松入宫 命他当场起草一份诏书 用苏廷为相 肖松忙碌了一阵 把肖命草成 明皇亲自过目 看到草稿上有些地方措辞并不恰当 尤其称谕苏廷的一段 用了国之瑰宝这样的句子 不免皱起了眉头 因为瑰字正好是苏廷父亲的名讳 这在古人是要讲究避迹的 古人讲话 作文 罪计直接泛用君王或父辈的名字 免获不敬之罪 为此 明皇指着国之瑰宝四字对肖松说 苏廷是苏规的儿子 颁给苏廷的照命中 不应干犯他父亲的名讳 你的改一改 肖松这才发觉自己的疏忽 既惭愧又害怕 连汉也急出来了 他争了半赏 一时竟不知如何修改才好 那支笔就是落不下去 明皇以为肖松考虑了许久 总该把措辞修改得精确严密了 便亲自到案前观看 谁知肖松憋了半天才改的一个字 把国之瑰宝改成国之珍宝 其他并无耕动 唐明皇大不满意 可又不忍当面斥责 只好摆摆手 让肖松退下再说 等肖松退去后 明皇把他起草的那份稿子往地上移置 懊恼地说 真是须有其表 那是指肖松虽然外表很漂亮 实底并不行 写文章不太高明 其实肖松也还不是那么窝囊 他虽然缺少学术 可是处理公务却很缜密周到 后来出镇边关 又为朝廷立下许多军功 唐明皇终于改变看法 不再说他须有其表 开元17年 肖松被认为中书令 他的儿子肖衡也被明皇看中 招为驸马 匹配新昌公主 每逢肖松夫妇进宫遇见 明皇总是亲切地称呼 称呼肖松夫人为亲家母 赐赠珍贵礼品 肖松晚年名位虽高 可是后人在使用成语须有其表时 仍不免会牵扯到他 甚至误以为他是个毫不忠用的角色 赞成语顶用的角色 感谢观看